大家好,歡迎收聽AEA頻道,今天是2022年1月8日 首先想說關於虛擬貨幣 現在PayPal研究推出自己的加密貨幣 名字叫PayPal Coin 其實現在加密貨幣一樣令政府擔憂的地方就是一個潛在的黑錢交易市場 擔心不發的資金透過虛擬貨幣進行交易 因為不需要經過傳統銀行系統 如果身邊朋友有接觸虛擬貨幣交易的話 如果你們當在虛擬貨幣市場,賺了錢 賺了錢後,錢回到銀行的體系 賺到屬於個人名下的戶口 銀行就會很緊張 就不知這筆錢如何增長 有沒有涉及到一種犯罪交易 所以有時候銀行會直接凍結戶口 或者叫你拿回錢走 所以現在PayPal公司 其實都是受監管的 在反賣錢的合規上也有做功夫 所以如果由PayPal去搞的話 可能銀行方面的融合度可能會高些 因為PayPal的交易裡面 都會看你的支援 計算你當月有沒有一些異常大的金額出現 你變成在PayPal平台虛擬貨幣賺了錢 出回來的時候 銀行的信心相對會比較大 PayPal什麼時候會正式推出這個貨幣 暫時還未看到 好 只是有報導說這件事 我們再看看另一宗消息 日本現在研究一些挺有趣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現在電動車 其中一個大賣點就是自動駕駛的功能 但自動駕駛仍然有安全隱患 例如Tesla在美國其實自動駕駛技術 都久不久會有些意外發生 現在日本本田團隊 正在研究駕駛員的腦電波 研究是怎樣呢 就是它會收集駕駛員 面對各種路面情況發出的腦電波 然後進行分析 譬如一件事就是 當駕駛員面前看到車的距離 令到它有壓迫感 當然腦電波會產生變化 因為它感到有壓力 將來怎樣應用到自動駕駛呢 譬如車分析到司機的腦電波 如果有這種壓力出現的時候 它可能馬上將車速減慢 令到跟前面車的距離拉遠 藉著這種分析 有機會彌補到現在的自動駕駛 適別不到的風險 換句話說 譬如自動駕駛系統 剛好有盲點的時候 而透過人一個突發的反應 它那個腦電波的變化 去馬上減速或者殺停車 配合了這個人腦和電腦一起去分析 路面情況 進而就好像人機合一 電腦有盲點看不到的東西 人腦就識別到避免風險 互相補充 令到自動駕駛變得更加安全 日本三菱都做了一個研究分析 去到2024年 他們認為大腦技術的市場 可以去到430億美金左右 有八成是來自健康醫療行業 其餘兩成是來自汽車行業 說到Sony 他們都會推出他們的電動車 他們在拉斯尼加斯的展覽 進一步透露多些收入模式 其中一個部分是來自訂閱模式 即是交月費 這個月費就是用來平時的系統 有什麼要自動更新 在那裏就包了 這個模式當然是賺錢 因為在那裏好像收租一樣收 就等同於為什麼很多軟件 都轉用雲端的收費模式 因為它可以每個月都收你錢 而不會像以前那樣 你一次過買斷了那個軟件 所以我們將來買電動車回來 除了給車價之外 每月都要給軟件更新的費用 維護著軟件的費用 好了 今集內容先講到這裏 多謝你們收聽 現在 每個月都要給軟件更新的費用 都要給軟件更新的費用